国际足联起诉案引发针对美国司法部的愤怒声讨 美国认为他们有某种神圣的权利拿下世界杯或其他任何东西 这是一次新的尝试把他们的司法强加到其他国家头上 但是对于美国法律学者来说 这起诉讼案归结成为两个问题 这是一起发生在美国国土上的犯罪吗 第二 在法理上存在对这些涉案相关人员的个人管辖权吗 这很像一个人站在美国的领土上 向其他国家的某个人射击把人杀了 确实尸体倒在了外国 但是犯罪的行为和意图一切都发生在美国这边 阿伦认为这些案子涉及到通过美国的金融机构行贿 对美国来说这并不是陌生领域 他表示司法部积极追究海外和国内行贿案件已经超过十年 包括1998年盐护成奥委会丑闻 那起事件涉及为2002年冬奥会主办权而行贿 亚历山德拉瑞吉是遵从反腐法规的专家 他曾是国际足联独立治理委员会成员 2013年辞职 他相信多年来国际足联内部就存在着贿赂和回扣的文化 他对美国之音解释说 当你建立了这个封闭的圈子没有独立的监督 没有像企业和其他机构一样的独立的董事会 我觉得很容易有这种心态就是 贿赂和回扣是很平常的 就跟日常业务一样 这样的情况已经在国际足联存在了很久 瑞吉说如果国际足联真心想改革 现在早该做到了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 每隔一段时间当有改革压力的时候 布拉特就讨论一次改革 而每一次最后都不了了之 塞浦布拉特从1998年起担任国际足联主席 目前仍是调查对象 他已同意一旦提名继任者 他就会退位 但是他坚称无罪 美国之音拉蒙泰勒 纽约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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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